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陪伴 我今年其实最开心的事情是 我的 朋友送了我一只小猫 这只猫它叫Purper 它是我的一个造型师送的我一只猫 然后 我一开始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要如何跟它相处 来到家里之后 我发现它是一个很黏人的 猫咪 就是我走到哪里它就会跟到哪里 当我 开始弹琴的时候它也不会吵 它就会跳到我的腿上 然后再啪在腿上睡觉 然后我就开始弹琴 创作这样 感觉还挺美好的 但我一开始是有点 就是它刚来家里的时候 我有点 不太想让它在 在床上睡觉 但它又一定要跟人一起睡觉 每天睡在沙发 盖一个毛毯 我就抱着它睡觉 每天那样 但睡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自己 就是因为在沙发上睡 第二天醒来会浑身很痛 然后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也就愿意让它到床上跟我一起睡了 就 每天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陪伴 对 每天 才会 伤心 这 我